欢迎收听线上儿童广播节目 《难分珠讲故事》 现在成为我们在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YouTube的月费订阅会员 就会听到额外开放给会员的故事啦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风筝的新朋友》作者 阿粒 夏天和秋天是最多人放风筝的季节 很多人会在公园或者海边放风筝 有些人很擅长放风筝 可以将风筝放到很高很高 但有些人放风筝不厉害 要是风筝飞不起 要是就令到风筝断线 令风筝随着风吹了上天 我又没了个朋友啦 有一只风筝非常不幸 被一个小朋友弄断了条线 变了断线风筝 在天空道当来当去 我回不了地面啦 哈 一只断线风筝不停在天空里叫声叹气 令风姐姐都忍不住拍拍她 问她 风筝你干什么叹气呀 风筝你干什么叹气呀 风筝我好想哭呀 你不可以哭的 你一哭,只会变湿,然后变重 我都吹不起你,你就飞不起了 风姐姐,我原本在地上有很多朋友 还有一个是很喜欢跟我玩的小朋友 现在断了线,我回不了去了 我一个人在天空上面,没有人跟我玩,没有人跟我聊 我真的很想哭 我原来这样,很简单而已,你去玩这些朋友就行 那你就不会觉得正好 又是哦,你说得对,我应该玩天上面的朋友 风筝一边在天空当来当去,一边想 我应该怎样玩朋友呢 风筝一边想,一边越飘越近太阳 太阳散发着很温暖的光线,还金光闪闪 所以风筝向着太阳道飞过去 太阳,太阳,太阳,你好温暖啊 你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啊 太阳听到之后,好开心啊 它再用多点力去散发阳光 好啊,我愿意跟你做朋友啊 我有好多好多光同意 我决定谁都不给,只是给你一个 然后,太阳就将世界上所有的光线 集中照落去风筝身上面 也将世界上所有的热力 集中照落风筝身上面 太阳的光好像针一样 很快就刺伤了风筝 令风筝闭不大眼 太阳的热都好像火一样 就快烧着风筝啦 令到风筝非常不舒服 太阳太阳,救的啦,救的啦 不可以只对我一个好的 我会烧着的 你应该将光同意给大家 给好多好多朋友 你说得对 我不应该只是对一个朋友好 我应该对所有朋友都好 于是太阳就将自己的光同热 分散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被人,牛,羊,狗,花,草,树等的动物和植物 都感受到太阳对朋友的美好呀 风筝继续在天空飘呀飘 好快就天黑啦 月亮出来了 弯弯的月亮好像一个勾那样 好安静地挂在天空上面 散发着好温柔的光线 风筝向着月亮飞过去 断了的线 还勾到月亮上面 月亮月亮 你愿不愿意和我做朋友呀 好呀 我愿意和你做朋友呀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呀 你要一直来到这里不可以离开我 当然不行啦 我还要找其他好朋友一起玩的 我怎么可以一直留在这里呢 不行 你只可以和我一个做好朋友 我不让你和其他朋友玩 你要留在这里陪我 我会和你玩很多游戏的 只是和你一个玩 很无聊呀 我要找好多好多好多朋友 大家一起玩呀 风筝一说完 就用力扯断自己 勾在月亮上面的线 加快脚步这样飞走 风筝只有自己一个 在漆黑的天空上面飘来飘去 好像自己和自己玩着那样呀 天上面的星星 见到风筝一个孤零零 就大声问他 风筝风筝 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呀 星星 你们愿意和我做朋友呀 我们当然愿意啦 我们还要找很多好多朋友 一起玩呀 真的 太好了 多谢你们和我做朋友呀 风筝 风筝和星星 在黑色的夜空玩了很多不同的游戏 他们玩得好开心呀 风筝 不如我们玩 躲起来呀 我们星星躲起来 你来找我们呀 好呀 风筝在天空上面飞来飞去 每找到一颗星星 星星就会将自己变回光 一颗星星 两颗星星 三颗星星 慢慢 天上面布门星星 风筝好开心呀 我终于可以找到很多好朋友啦 小朋友 你和你的朋友又是怎样相处的呢 风筝的新朋友 良知声演风筝 Valerie声演风姐姐 智阳声演太阳 月月声演月亮 颜谦声演星星 假如想紧贴我们的故事播放时间 就要like或者follow我们《烂分珠讲故事》的Facebook啦 记得 有空就听《烂分珠讲故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